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湾区聚焦 我是雨昊 1999年720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府开始对法轮功进行抹黑和迫害 18年来 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 关押酷刑甚至是活摘器官 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 失业失学等 720作为当年迫害的开始 已经成为反迫害的一个重要标志 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同了解18年来 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历程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 您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是西人的法轮功学员 艾伯·汤森 欢迎来到节目 你好 首先我想问蓝树 为什么中共政府在720开始迫害法轮功 那么又和1999年4月25日 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这里面有一定的联系 但中共之所以镇压法轮功 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出于它自己统治的危机 是出于它自身的危机的原因 而不是因为法轮功 当时的炼功 妨碍了中共 实际上法轮功它对中国社会是 当时可以看得出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这个是当时前中共的领导人乔石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最后得出的结论 那么所谓说中共出于自身的危机而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和镇压 它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这个历史的背景 那么随着这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这个前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这种垮台 共产主义的理念彻底的就是破产了 随着这种破产以后呢 当时中共的高层它特别害怕在中国社会出现一个 独立于中共体制之外的这么一个价值体系和信仰 这个东西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特别是如果这个信仰还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的话 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就 它深藏在中国人的这个血脉里面 稍微一惊呼唤它就会出来 所以说他们非常害怕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出现 这是它的历史背景 那么还有一个现实原因 这个中共呢所搞的所谓的改革开放 它其实的它的这个理论基础非常的浅薄 就是一个猫论 对吧 白猫黑猫 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那今天白明天黑 后天红 大后天黄 再过几天又是花的 那么它这种不断变化的谎言 它就造成了它这个体制的这些统治者 他非常的惧怕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正统的价值理念 价值体系系样 因为这个东西只要一出现 它就会让这个中国的民众非常 很容易的就看清楚这个中共啊 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不断变化的这个谎言 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到这个720这个时间啊 时间那么在720之前99年啊 4月25日啊 法轮功学员为了要求啊 啊这个北京啊 啊这个释放的这个天津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啊做了一次上访啊 当时是万人上访 其实这个万人上访呢 他18年以后回过头来 你去看 他实际上当时他真正体现出来的啊 就是这个中华民族对这个传统的这个正统文化的回归的这种渴望啊 同时体现出了这个中华民族啊 对这个真善人这种理念 这个价值体系啊 这个信仰 他的这种追求啊 需要啊 那么啊 那么和我们刚才讲的联系起来就是说是中共他非常害怕有这么一个东西出现 对吧 他其实他对法轮功的打压 他早几年就开始出现了 包括不让他出书对吧 去干扰这个大街上的这个法轮功学员练功等等 但是呢425这次上访 他让这个 他只不过是让中共对这种 正统理念的对对这个回归传统社会的啊 这种恐惧 一下子就摆在眼前了 让他立刻觉得这个这个东西已经啊 刻不容缓了 因为这个中共他所 他这个政权他所建立起来的就是在这么一个这个啊 一个德国的思想 俄国的主义一声炮响来到中国 对吧 他就是一个西方的幽灵文化 对吧 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讲的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 对吧 这个幽灵的文化 他经不住啊 他在这个前东欧和这个苏联垮台之后 他已经啊 根本就禁不住啊 抵挡不住这个传统文化的回归 所以说这个425的上访他一旦体现出了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众 中国社会对这种善对这种真啊 这些对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向往之后 那这个江泽民他们就就是一看就是受不了了 对不对 一个是当然一个是嫉妒啊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种恐惧啊 他控制不住了 所以说425以后不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610就成立了6月10号成立610办公室 然后不到三个月720他就开始了镇压 所以说425呢 他实际上是为这个中共镇压和迫害法轮功呢 他这个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契机 但实际上呢 他最主要的啊 之所以他要镇压这个啊 镇压法轮功镇压这个迫害真善人啊 迫害啊 所有一切的对这个正性的啊 这个政教的啊 传统文化的这个正的理念的信仰呢 是出于中共对自己的统治危机的这么一种担心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迫害之后 国内和国外的学员为制止迫害做出的努力吗 迫害最开始的时候呢 那就是法轮功全国的学员对吧 都到都到各省各市的这种啊 信仿办公室 包括到这个中央和国务院的信仿办去信仿 那就不只是万人了 那就是十万人百万人啊 就是全国的当时法轮功啊 这个根据这个99年啊 这个中共的自己的统计啊 是中国大陆是有近上亿法轮功学员 那么啊 那么出来去上访这些学员啊 他实际上是人数是非常大的 那这里也很难有一个统计的数字 那只不过呢 当时的上访的主要都是去到各级机关 讲自己练功的经验 自己怎么练了功受了异啊 这个对吧 脾气变好了 家庭美满了 幸福了等等 人变好了啊 就是说希望这个 这个中共啊 这个高层能够重新考虑啊 是你们这个决定做错了等等啊 他出于这么一种 从一种啊 这种善念啊 去向这个 这个中共高层去讲这个真相 那这个东西呢 一直啊 这里面还有几个 值得回忆的 几个重要的事件啊 一个是 镇压以后 镇压以后大概是在10月10月份 10月底 4月28号 当时北京市的30名法轮功学员 在北京市的郊区的一个旅馆里面 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这个记者招待会请来的全是西方社会的主要媒体啊 这个法新社路透社 这个美联社 还有纽约时报 对吧 然后当时呢 30位法轮功学员是讲述了他们这个 他们的诉求 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比较 这个 这个比较这个安定的练功环境 这是他们的要求啊 同时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 当时还展示了他们的练功的情况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回过头来看啊 18年以后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实际上呢 是法轮功学员 他们开始向国际社会讲真相的 第一步 向国际社会和平理性的去讲真相 因为这个中共当时 这个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喉舌 一起 这个 这个像这个国际社会散布谣言 说法轮功造了很多很多的谣 那国际社会当时大家只是觉得奇怪 国际社会觉得奇怪 因为你一方面 你这个中共你自己的高层奖 你自己的统计资料 所以有差不多一亿人练功 那差不多是中国人 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人练功 结果另外一个同时 同时你又说这法轮功造了这么多的谣 你就觉得 这不正常嘛 对不对 你就说你说你既然说了这么多 就法轮功有这么多问题 那为什么还有一亿人去练功 那么多人喜欢 对吧 大家就是觉得很不理解 那么 那么这个当时就起到 他们这个技术招待会呢 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从时间点上来看呢 他也有一个巧合 就10月28号呢 他之前的三天 10月25号 这个江泽民当时在法国访问 他是这个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 那么他是第一次在这个国际社会里 直接向国际的媒体去污蔑法轮功是邪教 这个是 所以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 你历史性的你也可以看到了 这个镇压法轮功的这个过程之中 中共的媒体对国际社会的这种毒害 同时呢 这国际社会的这个法轮功学员 他们用这个和平理性的方式 比如说通过媒体等等方式 或者后来去办了自己这个讲真话的媒体 这种方式去向国际社会讲清 这个中共破坏法轮功的真相 这个是 这个从最初的上访到后来的 出现了这个接受媒体的采访 再往后来到了2002年的3月5号 出现了这个当时的长春插播 对吧 当时是这个几个法轮功学员 通过插播的形式 在长春的有线电视网 同时八个频道上 去播放这个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对吧 包括制焚 包括这个法轮功 在中国洪传的情况 以及这个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 就是也是通过媒体讲真相的一种形式 对吧 只不过他当时是采用了一种这种非常的手段 而这个手段是在这个为了制止当时正在中国这个全方位出现的这种人道灾难 因为对吧 最早的这个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这个打死人就是99年10月7号开始 对吧就有这种就出现了因为迫害法轮功而打死法轮功学员 那么到了2002年的时候 到了2002年3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这场人道灾难已经是越演越烈 控制不住了对吧 很多很多的人流离失所 失去家庭 失去职 这个失去工作 很多人被关押起来 被这个劳教 被对吧 失去生命 所以说他为了制止这么一种 这种大规模的人道灾难的出现 而采取的一种紧急状态下的 这么一种正当防卫等行动 差弱的效果呢 实际上是对这个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 制造这种人道 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是一种有利的震慑 有利的震慑 所以说这一路走来呢 你看这个法轮功学员 他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基本上就是本着和平理性 本着他们这个处于修炼人的大善大人之心 去讲这个 讲清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这个真相 那感谢蓝树 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和Abraham一起去了解 他是怎么样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以及他又在反迫害中做出了哪些努力 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刚才呢我们和蓝树先生一起了解了 中共为什么开始迫害法轮功 以及在迫害之初 法轮功学员做出的反迫害努力 这一节呢 我们请Abraham给我们谈一谈 他的反迫害经历 Abraham您好 那我想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又是怎么样知道法轮功的呢 在2002年我就开始练法轮功 就是我朋友给我知道那个法轮功的质本书 整个时候我想理解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我就明白了 我就非常高兴 第二法轮功就教人最好的真理 就是真善人 我在学法轮功 我就按照真善人去做 我就按照真去做真人 说的真话 我练善 就第一次伤别人 不只是伤我自己 第三 练人 骂我 我不缓口 就这样 我在练真善人的时候 我发现 我就越来越高兴 我就觉得这个真善人 就是最好 第三 就是我自己练 气功 法轮功的气功 我过去我没练过 可是我在第一次练 打坐还是气功 我觉得我思维 就是非常清楚 和我身体健康 非常好 我自己觉得 那您开始修炼了之后 又是怎么样开始知道 有反迫害 然后参加了哪些活动 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所以我第一次学习 法轮功 I didn't know the persecution was happening and the more I practiced I started learning online that people were being persecuted for doing Falun Gong meditation in China or believing in Falun Gong and I started reading more and more about it and eventually I started meeting fellow practitioners who had faced persecution who had been tortured and when I first listened to their stories one-on-one of someone who had been tortured it changed my heart no matter what difficulty I've encountered in my life nothing I've ever encountered is anything close to a minute of what those practitioners have the suffering they've endured facing torture in China so when I heard these stories it really changed me and I felt from really deep in my heart that I had to do something that I had to help and so from then on a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secution it's really been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n the forefront clarifying the truth telling the world's people about these atrocities about this persecution how vicious it is and how evil it is and so I started making fliers handing them out to people telling them about what's happening to Falun Gong telling them what is Falun Gong why Falun Gong is being persecuted started attending different rallies to help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these atrocities that are being committed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attended several events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candlight vigils and parades and the main purpose of all this is to clarify the truth to the people and to end the persecution 那我听说您也是美西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一位成员 您在其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Tango marching band and the conductor of the tango marching band since 2007 so it's been it's been ten years and the mission of the tango marching band is to share the beauty of Falun Dafa with the community through music and we started out not even knowing how to use instruments and more and more we became more and more of a professional band so I'm the conductor of the marching band and I've also organized all of our parades so I reach out to the communities and tell them about our band tell them about our mission to share the beauty of Falun Dafa with the community and we're invited to parades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nd it's overwhelming to see the reaction of the crowd when they see our band they say wow this is a very unique band you have members that are fifteen years old and you have members that are seventy years old all who practice Falun Gong and the music is so beautiful the costumes are so beautiful and we've attended hundreds of parades and won many different awards some very prestigious awards and in fact we're invited to so many parades that we just can't simply go to all of them but what touches my heart the most is when I see the parade attendees enjoying our band and and I often times see Chinese people people that came from China that don't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Falun Gong and when they see us in a parade they say wow these Falun Gong people are amazing they have a wonderful band and it helps them understand a different side that they may have not heard and that Falun Gong people are good people people who practice some of the best principles in the world truefulness, compassion, forbearance and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and Falun Gong has also done nothing wrong so this really helps us get that message out of that who we are and and it has us become part of the community where we can share our music thank you 那蓝树先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你看啊这个Abraham他的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切成经历啊 就让我想起来这个 2001年的11月20号 来自于全球15个国家的36个法轮功学员 在天安门广场上打起了这个 法轮大法这个曾山忍的这个大标语 当时是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破坏 所以他第一次让这个中国社会 中国民众知道了这个法轮功在全球的这个影响 有这么多的国家有人在练法轮功 他们都没有这些国家都没有镇压法轮功 只有中共在迫害法轮功 那么另外呢同时呢 他也让这个中国社会第一次听到了国际社会 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这种呼声 在2006年初迫害法轮功中最邪恶最血腥的事件被曝光 那么这一事件又是什么呢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刚才呢我们提到说在迫害中最邪恶的事件 那么请蓝树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什么是最邪恶的事件 这个事情最早是2006年的3月份 当时是爆出来了 中共呢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期间 他们这个强制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然后拿到国际器官市场去贩卖 这个当时出来两个证人 一个是一位日本记者叫Peter 然后呢他从这个2003年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在调查这个事情 那么后来呢另外一个人证呢 是一个叫做安妮的女士 她的先生以前是在这之前 是沈阳苏家屯的一个医院的医生 她是参与了直接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她的丈夫呢当时是 主要是摘除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 然后呢那么这两口子呢 他们是移民到了加拿大 然后到了加拿大不久了以后呢 这个安妮的先生 她就被诊断得了肝癌的晚期 那么在她生命的最后的这个阶段 她希望让这个安妮这个出来 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然后减少她对法轮功学员的迁就 那么这是当时爆出来的 然后呢紧接着到了2006年的7月份 当时这个由加拿大的两位这个良心人士 一位是加拿大的这个前国会议员 大卫乔高 还有另外一个加拿大的人权历史 大卫麦塔什的 他们两个就 他们也做这个 这个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这个事情呢 他已经是做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们当时是发布了一份报告 叫做血腥的活摘 这份报告当时是 是发表在2006年的7月份 这是初步的去发表这个报告 然后这个报告 后来正式定稿是在2007年的1月份 它是发布的 然后呢从那以后 他就国际社会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 如果那么最近的是有一个 这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呢 是获得了2017年的 好莱坞国际独立纪录片的这个 优秀纪录片奖 叫做Harvest Alive 十年活摘调查 那么这是由国际追查 迫害法轮功组织 简称国际追查 国际追查 由他们发这个 他们做了十年的调查 十年的调查里面呢 这里面包括了 他们有几千个电话录音 包括对这个中共的高官 比如说薄熙来 这个梁光烈等等 他们通过电话 跟他们对话 调查 然后呢录音等等 还有这个 中共的很多的高官 对他们进行调查的这些录音 然后呢 他们录制成了一个影片 这个是活摘这一部分 这个调查的情况 Aberland 在活摘器官这个罪行被曝光之后 法轮功学员又做出了如何的反应呢 这是1999 Falun Gong 很多人的达客人 那些人们的达客人 有多不分的 也有多分的 那些人们的达客人 有多分的不分的 法导致 有多分的 法导致 有多分的 法导致 这些人们的达客人 你认识, thousands of practitioners have lost their lives, been confirmed to have lost their lives from torture or death. It's absolutely horrible. And in 2006, when this was expos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s sponsoring and initiating the organ harvesting of living, non-consent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his really shocked the world. Bu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or a long time have known how wicked and vicious and evil this persecution is. So when this information came out, nothing chang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us clarifying the truth and asking the world's people to stand up to help us stop this persecution. We kept doing the same thing, clarifying the truth to people. But what this provided us is credible information, convincing information for mainstream society for them to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e already understood and how vicious and evil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really is, where they are removing organs from liv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incinerating their bodies. So we used this information and put together materials, went out, kept clarifying the truth to people face-to-face, gathering signature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ing to meet with city-level and state-level officials. and through the dedicated work of man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t the congressional level, in 2006, we were able to work with Congress to pass House Congress Resolution 343. And I just want to mention to your viewers how significant that really is. because it wasn't that it barely passed Congress, it was unanimously passed Congress with very strong language, confirming that thes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of organ harvesting of liv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s happening and has been happening since the persecution started. That's what I didn't like to mention So I know, that just got me to mention Abel Huyn and I were going to mention how much the fight is being fulfilled at the resurrection and what happened in the waruk? and I want to mention the jaguar of freedom that was the main event that was the bomb-to-one that was the main event that was the last election. What happened to me because of the earthquake in the waruk in the waruk where I was the only focus of the last one 就是Google天安門智粉真相 或者說它也叫微火 另外有一部影片叫做Human Harvest 這個電影它是得了2014年的 Peabody最佳紀錄片獎 還有一部影片叫做Hard to Believe 就是難以置信 還有一部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十年活摘調查 它的英文叫做Harvest Alive 這個在YouTube上你是可以看到 是完全免費的 Aberton 每年的720前後 在世界各地都會紛紛舉行紀念活動 那麼今年在旧金山720又有什麼樣的活動呢 您能給我們的觀眾介紹一下嗎 Sure This Saturday, July 15th We're going to have a grand parade From San Francisco Ferry Building And Embarcadero and Market Starting at 12 o'clock And from there, we're going to march down Embarcadero through Fisherman's Wharf Over to the Maritime Plaza We should be arriving at the Maritime Plaza around 1.30 And at the Maritime Plaza We're going to have a Falun Gong workshop From 1.30 to 3.30 Where anybody in San Francisco can come to learn the Falun Gong exercises We'd like to invite all San Franciscans And people from afar to join us To help stop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To end the world's most vicious persecution Evil persecution And we'd also like to give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come and learn more about Falun Gong Because all of us who practice Falun Gong Have benefited greatly And we'd like to offer Falun Gong As a free community service Thank you very much 隨著國際社會調查的深入 Falun Gong真相在海內外 已經被廣泛傳播 越來越多的民眾已經了解真相 甚至是參與過迫害的人 也紛紛清醒過來 轉而站在正義的一面 元凶江澤民和他的追隨者 已經在多國被起訴 希望通過本期節目 您也可以了解法輪功的真相 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感謝您的收看 也感謝兩位嘉賓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shaped規格 水平洋 Oke 請禮不描 crossed